大家好,我是小河,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18节 这一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下Qt的模型试图变成 下面呢,我主要会讲一个关于Qstand Item Model Qlist View的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大家呢,可以参考Qt12 Qlist Widget Class列表空间这一节来一起学习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这呢,是它的一个运行效果图 这里呢,有三个模型,学生,老师和工人 然后呢,每一个模型分别对应一个视图 每一个视图呢,又有10个Item 当我勾选Item,然后点击确定呢 我就会获取当前的模型和这个模型对应视图所选择的一些直选项 比如说这里我选择学生这个模型,然后勾选了视图中的这一些Item 然后我更换一个模型,再勾选随意勾选一些Item 点击确定,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获取这一个模型 它所对应的视图的一些信息 再更换一下模型 再更换一下模型 最后点击取消 然后关闭应用程序 这个呢,就是整个应用程序 大家可以看见呢,我们刚刚是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样式表 当我在更换模型的时候呢,就在为应用程序设置不同的样式表 这样呢,就可以变更应用程序的一个风格 接面效果 下面呢,我们来自己动手实现一下这个小的应用程序 打开我们的开发环境,Qt Creator 然后新建一个项目 项目呢,就叫 List View Test 类名就叫 List View Model 然后积累选择 选什么好了 就选一个Widget 然后下一步完成 我们还是把 这个应用程序跑起来 看一下 需要拖哪些空间 一个Label 一个组合框 一个Qt Creator 然后两个按钮 首先呢,拖出来出我们想要的空间 一个Label 一个组合框 然后是一个 组合框 View List View 再来两个按钮 Push Button 然后是布局 布局是很快的 最后呢,再上下布局 再来一个Space 把按钮挤一下 靠近一点,好看 更改按钮的文字 确定 然后是 然后是取消 这个呢,是 设置一下Label 它的显示文字模型 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 Label的一个宽度 有点太宽了 选择 它的属性里面 有一个 Max Size 宽度 我们设置一个 50 然后为Combos 添加选项 这里呢,就 选择 学生 老师 工人 点击确定 再然后呢 就是 更改一下按钮的名字 这个我们更改一下 更直观一点 Btn OK Btn Cancel 取消 然后 这是我们的仕图 这是 组合框 添加 潮函数 这是 确定按钮 潮函数 我们可以 通过快捷方式来添加 右键 转到潮 接下来是做什么呢 看一下效果 我们呢 首先 首先 生命三个模型 Q Stand Item Model 这是我们要用到的三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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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什么 学生 Stu Model 然后呢 是 然后呢 老师 Teacher Model 然后呢 是 工人 Worker Model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三个模型 接下来呢 就是 初始化一下模型里面的内容 我们写一个私有的一个函数 初始化模型专门用来 添加定义 然后是模型实力化 错了 这里是把三个模型烤过来 这里是把三个模型烤过来 6 QStandItemModel 然后看它的构造函数 这里呢 有一个构造函数行列指定它的行列 这里行呢 我们指定10行 列的话 一列 就够了 10行一列 然后三个模型呢 都是10行一列 拷贝一下 这个小的应用程序代码有点多 所以呢 我就 写快一点 三个模型分开 然后呢 那是什么呢 10行的话 我们 给模型加10个item 每一个模型都加10个 怎么加呢 用循环 然后 加一个投文件进来 QStandItem 没有一个 QStandItem 看一下构造函数 然后它的文字 文字呢 我们就 QStream 然后是 第一个是学生 不知道中文能会不会通过编译 学生 学生 再来 给它一个参数 二个 i 最后呢 设置Item 为可选 C sit checkable true 我们呢 也可以设置它 默认是否选中 如果不设置的话 默认的话就是未选中状态 这里呢 有一个sit 这个 这个 比如说我们 给它为true 那么它就是一个选中的状态 最后呢 将这一个item 加到模型里面去 怎么加进去了 模型给它加item open the root 然后把这个item放进去 差一点就忘记了 然后这里有错误提示 看一下 无法从布尔 转换为sit chick state 哦 这里 弄出了 chick state 我们这里要选择 什么呢 不是出force 参数 qt check qt checked 比如说我们 默认为选中状态 然后第一个模型 我们就初始化完成了 这里快一点的话 我们就拷贝 沾跌 然后是 什么呢 我们就拷贝 tach 就是把这个item加到 teach 这个mod里面去 这里呢 改一下 教室 编译一下 没问题 再来第三个模型 第三个模型工人 咱们广大的无产阶级 工人 这里呢三个模型就已经初刷完成了 在构造函数里面调用一下 然后呢 默认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list of view 给它设置一个model 比如说我们设置为 stu 拷贝一下 这里的自动提示好像不是很好 不是特别友好 来看一下 这里好像有点问题 学生这个模型 前面怎么多了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模型 其他模型现在还看不见 来检查一下 模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行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10行 1列 是不是应该0行 看一下 指定为0行 然后再给他添加 哦 这样就对了 先前指了指定了为初始化的时候 给他指定了10行 然后呢 结果我们没有给他加进去 item 所以后面又给他加了上 然后就前面又多了10个空的 这下面呢 也改一下 接下来呢 是 给看不 这一个东西给他加一个响应的一个朝暗数 这里我们方便一点的话就选一个信号 这一个叫CurrentIndex进去的 我们选择这一个 因为他因为他能有一个参数QStream可以获取当前的选项文本 我们需要这一个东西 然后呢 如果 二个这个一个参数这个是准 点 contains 这是一个Stream 如果他包含 包含什么呢 包含学生的话 我们呢 就设置他的模型 试图的模型为 学生 listview 给他设置一个模型 然后呢 如果 他的文本是老师 这两 之后创业把它加个双以后 我们就给他试图换一个模型 换成老师 这一个模型 拷贝 这里呢就是 工人 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里呢 首先是 学生 这一个模型 然后对应他的仕途 接下来 接下来呢 换 更换一个模型 老师 啊 老师变成工人 工人变成老师 我们哪里写错了 这里是 teacher worker 我们是 把哪里搞错了 怎么回事呢 这是worker 工人 工人 我们是 地下 好像没问题啊 再来看一下 学生 老师 怎么我选择老师的时候 它是 弹出了工人 这一个模型 这里 是不是这个作用欲的问题 加个括号 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 每次写程序最怕这种这种问题找不找掉 再来编译运行下 学生工人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那我们只有调试一下了 这是工人的模型 然后他的文本是工人 这是学生 这是老师 这是学生 然后我们更换模型 如果模型是学生的话 我们设置为学生 老师的话就是teacher 工人的话是worker 看样子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来调试一下 打个断点 按快捷键 F5 然后进入调试 现在我们更换一下模型 来看一下内存里面信息 现在我把模型换成老师 这里 这里呢 按F5 进入调试模式 然后呢 单步调试 点F10 找一下 然后继续 啊 其实这里问题呢 已经 已经看出来了 这里 这个模型 你这个看box里面 我说的是老师 然后呢 这里我匹配的是教师 文字不匹配 没有匹配 没有匹配 我改一下 改成什么老师 这个小小的细节坑死人 删除断链 重新来运行一下 三个模型 三个模型 还是有问题 再来调一下 老师 啊 这里是content 不是compare 今天 又遇见这种问题 然后运行 老师 工人 OK 现在三个模型 我们已经建好了 没问题 接下来呢 是 点击确定 然后我去获取当前的模型 并且呢 是获取当前的模型里面 所选择的内容 勾选的内容 首先呢 获取当前的模型 啊 Countbox 获取 它的文本就可以了 Quant Text 这就是模型的 当前的模型的文本 然后来判断一下 然后来判断一下 当前的模型 Countains 如果当前的模型是学生 如果当前的模型是学生 然后呢我们就来便利学生这个模型 用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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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例的话 是0 取这一个item 然后 获取它的checkState 如果 它的 是选择选中中的checked 那么呢我们就把这一个支付串拼接起来 我们来建一个支付串 这个支付串呢就用来记录我们勾选的选项 然后获取当前item它的一个文本 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个换行 写个n 这样呢就完成了 第一个再来如果是老师 这里呢我们就来便利这个模型 如果是工人就便利工人这一个模型 拷贝 最后呢就是弹一个对话框出来 显示我们当前的模型和我们所选择的选项 这里呢 对话框呢我们就加在这最下面 Q message box 然后给它设置 两个按钮 什么按钮一个确定一个取消 看一下 standard button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yes 加一个no Q standard 有这一个头文件吗 我们来看一下Q standard button 我也不知道 Q standard 没有 那就来找帮助文档找一下这一个接口 Q message box 然后standard button 这里呢就有这些 我们拷贝一个yes Q message box yes 真的是一个美举词 我们需要一个yes和一个no 两个按钮 接下来就是message box 它上面显示文本 sell text 模型 当前的模型 前面加一段文字吧 前面加一段文字吧 当前 模型 然后呢是 这个模型里面 所勾选的内容 set 有一个叫什么 informative text 然后把我们这个文本显示出来 最后呢就是message box 让它执行起来 exec 这个呢它有 会有两个返回值 一个accept和一个reject 如果是accept 我们就 怎么做呢 什么都不做 reject吧 取消的话 accept 我们就关闭吧 把这个窗口关了 如果是取消的话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来运行一下 然后现在 模型 我点确定 这呢就获取了我当前模型 然后模型里面所选择的选项 如果是 accept 就将整个都要框全部关闭 取消的话 就 什么都不做 我点yes accept 怎么回事呢 点yes 将窗口关闭 点low 也将窗口关闭 这个是Q message box 它的按钮 然后更换一个模型 选择一些item 这是呢我们基本功能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再来加一个换肤的一个换皮肤更换皮肤的一个功能 其实呢这个很简单就是更换一个样式表 还是来看着我们的程序 还是来看着我们的程序 找一下 这里呢 这个style sheet真的是一个函数 这个style sheet真的是一个函数 这个接口 我默认呢 来 用一个 用一个 哪一个呢 用一个 dark 黑色的一个皮肤 样式表 样式表 然后呢 当我们来更换模型的时候 也来换一下样式表吧 这里呢 就 set style sheet 这个style sheet 不要误解 orange 橙色的一个样式表 拷贝 然后再来一个dark 一个白色的样式表 来看一下这个setstyle sheet 这个函数 cfail 打开读文件 我们把头文件加进来 cfail 然后呢 首先是读我们的样式表文件 然后打开 我们一直读形式打开 最后呢 将这个文件里面所有内容读出来 然后再调用qapp 它的setstyle sheet 将我们的这个样式表呢 设置到整个应用程序 也就是呢 对整个应用程序生效 然后我们来 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呢 应该就有样式表 首先呢 是一个黑色的 我换一个 橙色的 再来一个白色的样式表 这样呢 我们做一个小的应用程序呢 整体功能就已经全部实现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